大家好,我是台湾瑞薩科技中心的蔡振 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来为您介绍一款由我们瑞薩R8CEA这个系列的MCU所制作的LED台灯 在这一盏台灯上面,我们利用我们的MCU实现了几个基本的功能 首先,针对开关的部分,我们有利用按键来进行灯光的开关控制 另外,我们还利用一个电容式的麦克风,借由声音来控制它的明亮 在调光的部分,除了传统基本的利用按键来进行无段式的调光之外 我们还利用一个光明电阻来进行光源的自动地名 在这个自动地名的部分,我们借由这颗component与我们的MCU完美的结合 而来进行对于照度以及一个光源的基本控制 接下来我就简单的为各位示范如何操作这款LED台灯 在开启台灯的部分,我们借由这个按键 很简单的可以进行它开与关的功能 另外,我们借由这颗按键 持续的长按 可以控制灯光的强弱 达到没有段数,所谓无段式的控制 在声控的部分,我们经由拍手两次 就可以把LED台灯关起来 再拍手两次 就可以把它打开 在自动调光的部分,我们借由LED台灯上的光明电阻 自动Samsung所接受的光源来达到自动调光的功能 当我们拿远,它会自动变亮 拿近,会减少光源的释放 在这个系统架构图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系统是由一个12V的直流变压器所提供 透过这一块Bug Circuit 我们可以把12V Convert乘5V的电压供应给我们的埋控 而透过AD,我们可以分别Samsung CDS 以及麦克风的电压值 来分别作为判断外界环境的一个处罚 透过IO的部分,我们可以接受来自于Key的Ctrl 而在18A USB的Connector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Connector来进行程式的Programming 与基本的Debug 而在这一块Bug Circuit的部分 就是我们透过PWM与PFM的方式 来进行控制 对我们的LED Module来做Deaming的功能 而在OP AMP的部分 我们Samsung到我们LED Module的电流 藉由一个AD Feedback给我们的MCU 以达到对电源的监控 LED Table Lighting是使用RESA R8CEA这一颗MICON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基本的BRAW Diagram 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很轻易的了解到 这颗20PIN的MICON 包覆着RESA R8CEA 16bit的CPU Code 它的操作电压是从3V到5V都可以接受 ROM Size可以支援从4K到16Kbyte ROM Size可支援384B到1Kbyte 在Timer的部分 它支援两个通道8bit的Timer 与一个通道16bit的Timer 在Serial Interface的部分 它支援基本的UR、I2C以及SPI 在AD的部分 它支援4个Channel 10bit的AD Converter 如果各位对这个Solution感兴趣的话 可以致台湾瑞萨官网参考更进一步的资讯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